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铲射 结果铲到了曼哈的腿上 对 其实迪丽摩拉提啊 这个前差非常好 他拿球以后 如果这个倒三角他能够往远端那条线传的话 对 是吧 对 没错 往这个中筋宝这个位置上传 可能就会好 球速再快一点 嗯 王桑源确实啊 像东哥所说的这个体能状态还是真的不错啊 对 每次这个进攻上来的这个纵向的上来的长度还是比较大的 这鱼呢一直在下 两边人员上应该都没有什么调整 河南队这边可能从中场的这三个人来看 也就这个王桑源能够给前场带来一些变化 变化 包括传球啊 包括这个 哎 哎 这是 说着说着 王桑源怎么了 这是王桑源 这是刚才铲球那一下出的问题吗 坏 可能是拉了 嗯 本身这个腿上是不是也绑着这个绷带呢 我看 对 对 好像就左腿的大腿上好像也本身也绑着这个绷带 还真是啊 他这个左腿 没错啊 这个 这个绷带的颜色是肌肉色啊 所以说 应该是本身的左腿也绑着这个绷带 也是大腿 河南准备换人了陈朴啊 我们看陈朴要上了 有可能是大腿正面的一个肌肉拉伤的一个问题啊 主教练也是赶紧给 呃 布置一下在场上的一些位置职责 嗯 陈朴啊 上个赛季就是在这个苍州踢的 嗯 嗯 还是一个 基本上是一个主力球员啊 十三场出场啊 嗯 进了两球一次助攻 就是基本上是一个的第一替补人选吧 嗯 半主力吧 对 嗯 哎 咱们也确实知道去年的联赛的赛制啊 这个五天一场 五天一场 确实也比较累 比较辛苦 误水球的打门 张一峰 同上一场比赛相比的苍州琼时 在这一场比赛里边确实是没拿到什么进攻机会 对 他应该就是主动回收 河南呢 也不想压出去 对 这就看出这个两支球队的防守啊 嗯 河南的防守要好于青岛的防守 对 他们都想靠自己的这个防守反击的主导思路来赢球 对 那么两边要都想防守反击的话 这个确实 对 果然是 王上元被换下了 这个时候拉伤啊 也是 我估计李铁应该心头一紧 对 是的 确实 王上元这两年的进步还是非常大的 越来越成熟了 很稳定 紅薄瑄 上一场比赛贡献了一个助攻的 涂拉多的这脚下这一下还是不错啊 看戎能不能拿到 一下 中筋宝没有这个 做好啊 看看这个反击木里奇的位置已经出来了 好球 看看他的速度 传 看看前点 脚后跟 这个想象力还是不错 打上力量还真有可能啊 首先穆里奇凌空啊 右脚外脚被撩传这一下 就非常的血液了 这球建起来 穆里奇传到这边迪奥曼德 这个球又是顾超第一时间 封堵住了穆里奇的传中 你看看这 这个下半场比赛开始好看起来了 好看点了 转身转移 对了很好 穆里奇的球踢的 还是比较干净 好球 憋路二大二 看看战胶 哎呦 这个是背身 赵一飞 赵一峰没有拿到球 这苏组把这球蒸下来以后就没管的 嗯 这个因为这个 呃我想说确实是也应该是 这个阿布杜海米迪的事了啊 对 就是身后如果两个人都没征到后边保护的人 就应该去做这个事 可能海米迪不会进来的这个小了点 嗯 那这郑志云这脖子上都是大写道 是 嗯 简单一做 你看还是要回船嘛 就第一时间做就完了 背身简单 这个是 呃很多现在咱们的年轻球员啊 有的时候就是 拖泥带水 有的时候洋雾战机啊 确实这不是洋雾战机的 就是 踢的不不简单啊 对 往往简单才能创造效率 对 我们看这些高主评的比赛 其实都是一两小球两三小球 就出球了啊 不会在脚下去过多的盘带 嗯 艾玛多夫刚才跟穆里奇之间呢 出现了一个误会 这个球给到边路 你看他多难 嗯 这个背身而且对方上来了他很难的啊 就可以不 选择再调转方向啊 再转移到另外一侧再寻求机会 而且传球球速又不快啊 让自己队友容易受伤啊 就是这些细节啊 比赛里很多细节 是需要我们去 去思考的 对 以后 怎么还记得 那种 有没有 对 他就会 你 那 他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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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 他就会 这不 他就会 迪丽姆拉提 足球比赛就是这样 细节决定很多东西 脚弓传球谁都会 但是传给谁 传给哪只脚 传多大力量 传多少提前量 等等这些细节 都是需要我们去考虑的 球员在场上去 第一时间一瞬间做决定的 所以说就是 有的时候我们看 咱们的联赛 有的时候确实不好看 就是因为 我们在场上 做出的一些这些细节 让观众们很难 就是很难看到 一些精彩的画面 对 穆里奇还是 个能力超强 面对三个人的脚杀 自己 其实球权第一线已经丢了 但是他转过身来 比所有人都快 一定能拿到去 对 艾哈迈托夫的右脚 应该会去选择穿中 这个在这样的比赛当中 定位球就极为重要了 嗯 左脚 这是艾哈举手 给对方一个假象 对 如果是谢风飞 对 你看这种细节做的就很好 一看就是有布置 对 这个赛前一看就练过 这个艾哈去举手 迷惑对手 今儿这些细节就很好 我想说我们更多的 在比赛当中看到这些 去动脑子的事吧 我觉得 真的是我们的球员才会提高 才会进步 而且奔飞左脚 前点 陷路不好 定位球 我的体会就是练 没有训练就会失去稳定性 嗯 所以质量有的时候就不好 嗯 周定阳的解围 哎 好球背后的苏祖很 这个球其实是还算是 只不过它是背后的一个动作 对对 吹了犯规 还是挺干净的这个球 长的 苏祖来自赞比亚 31岁了 这是连人带球 对 扫了一点啊 转了一个方向 诶 这个手好像还有 左边空的好球 一对一看看能不能 这种没有传出来啊 还是最后一脚的这些啊 这个球封堵住线路 可以想想办法 对 可以转移了 这一侧的人太多了 穆里奇 队长手标都被拽了 还有 。 这个球是好像很干净啊 看一下回放啊 这个球我感觉还是挺干净的 回放啊 这是吹了冯博轩的一个范规 冯博轩追郑志云 他肯定是碰到球了 球都已经倒悬了 这次是艾哈法 艾哈的点不错 终点 两个球队 投球能力最强的两个外援 对 在那个点上 看看这个反击 左路已经空了 但是三方一确实是 没传出来 张志云 可以啊 这个犯规可以 对 就是这种球犯规是值得的 哪怕是吃牌也都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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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在这个弱点下来之后的这个二点球上的位置还是在的啊还是在的 他可能不是那种特别显眼的球员 他可能不是那种特别显眼的球员 他不像这个这个呃 王赛元 王赛元对啊 他不像王赛元一样 可能这个拼的那么凶上去又铲又飞的啊 他可能 其实 中金锚的跑动还是不错的 跑球啊 哦 这是要黄盘的啊 就是爱哈麦多夫是不能忍受这种细节 陈普从他脚下把球勾走 转身还就形成威胁了 这就是典型的防止对方打快的这么一个战术犯规啊 陈普是山东鲁能清讯出品啊 这两年连续外租 这个 确实啊 这个442的体系做的还是不错啊 嗯 第二年 嗯 中边路的找多拉多 我看下面好像改变了一点这个 中边路直接找多拉多你看 啊 这个 但是多拉多更多的是背身 对 而且 这个二点下来的这个点 支援呢也并不是特别的够 嗯 找到是能找到 就是进攻端的二点呢 你周围必须得有特别积极的跑动 得有一个数量 对 因为你不是特别能 完全把握这个落点的方向 对 下半场河南打的也是很实用 就是我就是找多拉多 嗯 中边 有机会 向前我就找多拉多 反规是十三对九啊 河南还是踢得更凶了 身后 这个大脚的长船 多拉多 看个人能力了 多拉多的个人能力还是有的 看看回座之后 钟晋宝的 穿中 哎 这个球不知道要穿什么 嗯 他是 想穿后点 没穿好 啊 你看看这个球穿的 哈哈 周定阳犯规了 周定阳的性格非常好 他是一个勤勤恳恳 性格很好的球员 嗯 嗯 哈格尔也是 有点无奈 哈维尔呢 曾经在重庆 是辅佐过小克鲁伊夫 之后 在欧洲 无论是在他 他家强西班牙 还是 在英格兰啊 都有过执教的经历 而且大多数还都比较成功 上赛季宝击战开打之前 哈维尔是回到了 中国执教河南 六轮比赛下来保持不败啊 四胜两平 进九球十五球 结果第一阶段 成绩非常不堪的河南 在第二阶段 成功宝击 而且拿到了宝击组的第一名 没错 这个也是当时 我觉得 也可能是当时 球员们的一股劲儿 因为之前在 这个杨挤杨仁岛带队的时候 可能球队当中出现了一些 这样那样的一些不同的问题 这些问题导致了球队 可能之前战绩一直不佳 在更换了教练之后呢 队员可能这种 这种态度上的变化 对 以及这个拧成一股绳之后了 就可能球队的表现就不一样了 本身这个球队确实是一支非常凝聚力的球队 这些东西都是他本身就应该有 本身就具备的 也是中间之前出了这么个岔头 结果呢反倒是 第一阶段打得相当出色 赢了五场球的 这个苍州 其实去年 对 对 进了保级组结果还调集了 对 河南 哎 啊 就是苍州准备要换人了 嗯 看看这个球是到了左路 看看终点 有机会 穆里奇 转身 哦 这个球又是没有牵挡 哦 远射 郑凯木的一脚远射 这球是发的高手炮 哎 这边迪丽姆拉提 应该也是个硬伤啊 燕子豪 燕子豪 嗯 这也是来自于天津天海的一名球员之前啊 对 那个队你也带过 对 也带过 嘿嘿 这是一个左后卫啊 在位置上是这样的 上一锋 那么换下一个左前卫 换上一个左后卫 那么很有可能是燕子豪来打左前卫的位置啊 这是有可能的 嗯 应该是啊 这应该是打左前卫 看站位应该是一个对位换人 对 没有阵型上的变化 燕子豪这也是刚刚建盟到餐桌的球员 比赛已经来到67分钟了 嗯 博拉多的这个确实啊 个人能力还是有 对 对 背身有但是你看 他在这个 嗯 哎 这个球 你一瞅瞅这两边 哎呀 哈哈哈 哈哈哈 就是我给你 我失误给你我 反正我就抢 完了你可能也会失误 就来回来去 哈哈哈 错进错出 对 呃 其实都特别认真啊 嗯对态度都没有问题 对啊 确实就是确实这个就是 你说防守好形成统一啊 就是跑就是位置啊连接 但进攻 确实需要在 一瞬间做出很多的 对 这一在一瞬间 很多个决定当中去找一个正确的决定做 确实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啊 防守是距离 可能摆在你面前呃有有三个选择 一个是正确一个是错误一个是最佳 对啊 对 对 可能天才球员会选择到最佳 对没错 普通球员会选择到正正确 对 所以确实这个有的时候在比赛 而且 比赛当中的一些局面啊 都是不一样的 嗯 啊 这个防守人员的位置和进攻人员的位置的 这些点这往往这不同局面下确实是不同的 那这个就确实是要靠队员在场上 自己对这个局面的一些理解 来做这个决定 通过观察 看一些 东西吧 看一下这个 中路 能再往前推进了就还是就是 太难了 就是关键传球这一下 对就是最后可能两边都有能攻到对方半场的这种球 但是在这个半场中区的位置 无论是向边还是向前 这一下确实是 看不到一些 精彩的这些传球 增凯木好像有点没劲 可能这个雨天的原因啊 这个雨天消耗也确实大 因为 因为 像这样的球队 这两个后腰球员 你像这个像他们是三个后腰 像河南是三个等于三个后腰 这个三个后腰和这四三二两个后腰 这场这样的比赛是消耗非常大的 对 穆里奇出阶 看看右路已经 已经有有空间了 追上去 为什么不给 合理性啊 打门也可以 但是可能就是最佳的选择是 推边传中 空间已经出来了 能有点着急了 27岁上赛季 随江苏队拿到冠军 赛季有16次出场 有一次进球一个助攻 这个可能也因为它是左脚球员的原因 对 如果他放到右脚上 他自然身体就转过来 他可能余光会看到套上的队友 他可能左脚他就想内线 所以说他自然也就看不到了 身体转不过来 嗯 这个球没有吹 看看 燕子豪 燕子豪 嗯 这个防守中筋宝的 哦 这 哈哈 黄牌 这是丢球之后的一个反抢 嗯 确实啊燕子豪踢球就是这个风 就是这个风格 反正 上去就干 作风很好很顽强 但是呢 现在他有一张牌了啊 就得注意自己的动作了 又是招弗拉多 重向的 确实是 难啊 确实对于两队来说呀 苍州可能是出 还有一个磨合的一个问题 对 河南的最大问题是伊沃和卡兰加都回不来 对 这两个是至关重要的人物 你就别说对河南了 你即便对广州 对 国安 对 核心的中场球员回不来 对 都是伤筋动骨 没错 那河南就更是如此 对 没错 嗯 嗯 清楚这一下 看看中金堡向前的渗透 做回来 这个进攻好像打得还可以 推到边上 一对一 船中 稍微 矮了点 哎呀哈 好球 看看这个球 啊 稍微大了一点点啊 意识非常好 哎呦我 这球停的 这 哈哈哈 确实很多人在网上拿我们找 小伙 说中国出现停球 一停停球 5米啊 嗯 刚才这球 差不多也就是这个 也就是这个距离 哈哈哈 还怎么又坐下一个 这个是应该刚才麦哈给他传那一脚 渗透球的时候 他可能是想够着一下 一够 可能是大腿的后侧 有一点拉了啊 林庄义 上场比赛的首发 对 林庄义是从海港 来到 苍州雄狮 林庄义确实啊 他上场比赛打首 打首发这个 我我我我我我 确实没见过林庄义打边前卫啊 上场比赛出现在边前卫的位置上 也是让我 一惊 我说怎么林庄义打边上去了 他 确实在边上 下边上也被换下来了 嗯 就在边上起到作用并不是很大 对 位置感觉不太对 这应该是一个拉伤啊 一般 能走路 然后还要去做一些切拉的动作 感觉疼不疼的这种的 你看就是渗透有点船大了嘛 船大了 他可能 这是一跳 一落地 落地这一下 有可能 比奥曼德 这个 爆发力越好 那么肌肉 这种 拉上的隐患就越大 桑格尔 桑格尔 准备要上了 桑格尔已经35岁了 对对 上个赛季还在内蒙古中优效力 而现在这一支球队已经不存在了 桑格尔就是特点 特别鲜明的一名球员啊 投球的优势 巨大 嗯 确实巨大 咱们说第一场比赛 身花和 关的比赛第一轮 这两个高塔啊 那两个投球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对 但是桑格尔比那两个还好 同时换上两个人啊 同时做出了这个两个 两个变化 桑格尔是一个对位的 换下了 迪奥曼德 迪奥曼德 那么同时谢鹏飞 左前卫啊 谢鹏飞也是被 林创义 林创义换下 那么 按照第一场比赛出场的这个 这个林创义的位置来看 他又是打到了一个变禄的位置 对 两个对位换人 那么下半场可能 这个 确实两边也没做出什么阵型上的一些变化 还是 正常的打比赛已经进行到75分钟了 因为谢鹏飞跟藏一锋在场上的时候 那两个人是逆足踢的 其实也就是说不需要这个下底 或者说往中路去传中 是的 那么现在呢 正好桑格尔上了 对 配置的是燕子豪在左路 林创义在右路 应该会有更多传中的出现 对 如果桑格尔上了的话 就是上场比赛也是 在比分落后的时候 换上桑格尔 为什么不起传中球 我也是没明白 啊 还有最后的几分钟时间 桑格尔在场上就应该起球啊 中间包 跟着几个去 抱一抱 去抢抢二点 还会可能会有机会啊 桑格尔确实他投球跳起来之后 说实话确实是想往哪点就可以往哪点 对 他有这个巨大的空中优势啊 郑志云已经抽筋了 就看得出来啊 这雨天踢球 确实是对体能消耗非常大 对 因为他场地比较软 对 场地一软呢 就像你 没软到跟沙子一样 跟沙滩一样 但是 咱们能明白你在沙滩上跑步 你可能跑一会就 就会累啊 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天河的这个渗水系统还真 还是不错 对 还是不错 就基本没看见有地方渗水和见水花 这应该是也是被刚换上场的陈谱啊 嗯 这个 冲击力给冲的啊 下半场确实到了七十多分钟 确实是出现了一些体能的问题啊 对 这是很正常的 就这几个加速急停机 对 就有时候边后卫 作为边后卫 有的时候确实 挺遭罪的 因为 因为这个边前卫一般都是这种快的 对 他有时候这种 没场比赛这种回追啊 这种高速跑啊 确实是很多 再加上经常会大范围的助攻上去 嗯 这也需要这种高速跑 呃 送 嗯 啊 郭浩准备要上 对 这也是来自于 去年的天津队队队员 对 那么这应该不是一个队位换人 因为郭浩是打后腰的 对 啊 看看他这个变化在哪啊 哦 燕子豪回到了左前 左后位的位置 燕子豪回到了自己的老位置 然后等于说郭浩变成了一个左 左前位 哦 艾哈 郑凯木 郭浩 林创毅 对 右边是林创毅 等于说两个边前位现在换掉了 嗯 然后一个边后位也换掉了 这个空囊 哦 这个空间第一时间没给一脚就渗透进去转身就可以奔里边去了啊 这个刚才郭浩的位置还是不错 嗯 这个球是被对手看出来了 隐蔽性不够 看看反击能不能出来 被伸这一下 这个球 还是吹了犯规 刘洋 一头雾水 啊 可能是吹的第一下 给了小腿一下这一下 第二下捅球是挺干净的 但第一下是 他就漫了一步碰到小腿了 骨骚 又是找前锋 哎呀 这个是 这是舒尼奇 到中场来征定高球 穆里奇呢本来是 被对手夹在中间 但是很聪明的 就是没跳起来 结果舒尼奇 也知道自己后边是谁 我就不错 索性我就不跳了 说中进宝是被舒尼奇给撞倒 对 后点 传的小了点 桑格尔的这种投球 嗯 腰腹力量 以及空中的点 没话说 没话说 这一看强项太明显了 对 但桑格尔呢 确实就是这脚下这一块 确实是 所以就是去年啊 当然中优 确实实力也弱点 桑格尔这个一年中甲踢下来 13场球就进了仨 对 桑格尔在之前也在国内 其他球队效率 之前也在深圳队效率 嗯 对了 这个球摘出去以后 右边啊 第一时间右边的后腰给过去 林昌毅那里就可以转移 就形成一对一了 啊 又回来了 又回来就很难了 看这个局部人太多了 这个 抬不起头来 超过15米以上的人 是基本上都是看不到的 这个就是 视野 啊 这个局部 就是艾哈在这个队还是明显的 对 比其他球员要高出以外 那现在就是很多的咱们中国球员就是能做到回传通过中位转移 但是很难有这种就是通过后腰 或者另外一侧的后腰去转移的这种 这种球就很难看到 嗯 哎 哇 三个摔倒在禁区里 但是这球应该够不上啊 给自己队员 一个闷棍 哈哈哈 哈哈哈 我去趴半天 可能是踢脸上了吗 这球是踢脸上了吗 这种球任何一个这有可能性的判法可能他们主裁判主教练都得去争一下 哦 哇 还真的踢脑袋上了 这球 三个没给他撞到 还好这球是踢到了侧面的脑袋上 如果这球如果是没没侧脸的话 是正钉 对 正钉这一下 哎 在这踩 哎 哎 没出界好球 哎 这一下到底是脚球还是犯规球 这应该是一个黄牌加上犯规 我感觉啊 看第一下我感觉没出界 球的整体没有出界啊 追回来了速度确实很快 对 这个球刘洋是玩火了 这个在那个地方往回踩可真是 确实没出界 没出没出 这个球确实 接接实实踢脚 黄牌加黄牌加这个没出啊 你看球的整体没有出界一半 没看图雷啊 他有的时候脚底的节奏感还可以 他得他得有空间的话他就可以 那要局部这小范围的 他可能就麻烦 这对方的球员离他三米以内的话 或者五米甚至五米以内 他可能就有点有点哆嗦了 但是有空间他就感觉就来了 图雷这来自赛拉里昂的外员 这起码是有特点吧 我觉得就确实有特点就可以 速度快 反击是很好的一把力气 可以看看这个定位球的位置啊 还是比较好的 还是比较好的 景区内现在有五个强点的 一个迂回的看一下 舒尼奇 后点 一个假跑 一个假往前跑之后的一个晃动的向后点跑 这身体 舒尼奇是非常身体优势非常明显 你想在鹅超踢球的 对 球的质量不高 这是一个手榴弹啊应该 底下有助理教练都喊了啊 对方是大力啊 应该在前都会有布置啊这些 定位球是专门会有一些布置的 好 撑 再撑 还有 嗯 这下没达远 这个球看看 舒尼奇 嗯 上根 这下传也没传好 嗯 周靖阳很聪明啊 利用身体 哎呦 好球啊 好球 这球也是没问题的 都没有犯规 好球 好球啊 好球啊 圆子豪 好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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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来麦哈的人球封过合理 但是还不错啊反抢 这段时间双方基本上都是在中区的一些争夺 这个球确实就没有犯规 其实上半场也一样 我们在中场球就看到这个区图 中场中圈这块不仅是红的都快紫了 进攻端都没有太多的 就是单打独斗 就看完这个镜头 你就看这周边中间这俩前锋 中间这俩前锋 看来看穆里奇 看现在的这个三个尔和穆里奇俩人就在那等着 你看你什么时候能把球忙活完 传起来 反正我就包抄 然后这俩前锋要是不支援 这个反正的边前飞反正也没看着支援 你在镜头里边基本上就是 就看着一人忙活 从后场带到前场 一直也没过来跟一人帮忙他 但是呢 至少积极的方面呢 我们看到就打到这个时候了 阿布海米提的体能 对 还在不断的做变速 没错 这个队员确实他的体能又是非常大 确实 跟他对位的这个迪利姆拉提已经抽了 对 而且是阿布都海米提帮他来压这个脚 是的 刚才这个带球再看看刚才那个苏尼奇自己一个人 也是从别路开始带呀 确实两个队在局部的这个传控方面 确实做的都不够好 这个 这是刚才的进区内的一个慢动作 对 抢断也是阿布都海米提 对 还是挺干净的 这个球 嗯 87分钟 确实啊 这个 这个比赛可能 如果没有什么这个太大意外的话 可能确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了 牛子义 牛子义 上场比赛也是首发 对 出场的一名球员 小边扎的很有个性 皮球也风格比较硬了 对 抽筋的 嗯 弟弟姆拉提 这两个左后位全是U23球员 对 坚持不了了 牛子义 这下传到中间但是点太靠前了 这下传到下传达 这下传达 这下传达 这是牛子义 比賽結束的時候 他對參賽員的判法就非常不白 燕子豪 好球啊第一點拿下來了 打門 差一點出現絕殺呀 是桑格爾啊 腳下這一塊還是確實是稍微差一點 這個射門的 正腳被射門打沒打上力量 你別說這真是林創意的四處 他跳起來用胸部停的這一下啊 空中優勢 林創意起球胸部停一下 這一下舒尼奇也沒夠著 好 桑格爾確實他在空中優勢確實是明顯 桑格爾是來自塞內加爾的球員 身高一米八八 已經進入到商廷補石了 那目前雙方還都是沒有辦法找到有效的一個進攻的方法 0比0的比分已經持續了90分鐘 第一輪輸球的球隊呢 這場比賽至少先拿到賽季的第一個積分啊 也不是一個壞的選項 對 對於河南來說 接下來的賽程 恐怕還比較難 他們下一輪比賽會對陣山東 然後5月9號對重慶 5月15號 就是第一階段 就是這個前五輪的最後一場是對廣州 就是接下來三輪裡面要碰兩個超級強隊 對 倉州呢 也 就是對這兩隊來說 每場比賽肯定都是挺重要的 他們下一輪打重慶 然後5月9號踢廣州 5月14號踢廣州城 嗯 林区王毅 中路的二過一 吹了三個 這是吹了三個的一個主打犯規 下半時的補師是四分鐘 嗯 還有最後兩分鐘的時間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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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点啊 哎 应该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比赛哈维尔的牌没有放弃啊 现在他应该是告诉自己的球员现在得得全力守住 这可能是对手的最后一攻 而且如果球球转换的话 河南应该还有机会有最后一攻 桑尔江西兰 五眼 这个球是穆里奇 已经尽力了 五眼今天为数不多的普九 这个最后的时间段还是依靠桑尔这种空中优势 一次形成射门 一次还是后蹭 这种有可能会形成机会的这种球 所以说桑尔有时候在场上 真的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些高球 可能真的给人感觉像没什么战术打法一样 但是其实起高球高中锋也是一个战术 也是一种战术他能给你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对是吧 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多技术含量 但是这是一种打法 别走啊 别往前走啊 往前走就看你美丽 别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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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应该就结束了 嗯 应该是吹结束了 对 好了 这个时候张雷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的结束哨 那么这样最终一场雨中的闷战在天河体育场结束 苍州雄狮呢0比0战平了河南松山龙门 两个队都有不甘心 但各自都收获了赛季的第一个积分 算是从第一轮的败北当中呢 找到了一个缓冲 是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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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这个球呢 呃 技术含量不高 但是两队真的挺拼的 对 啊 而且他们 呃 每个人在体能上的这种付出啊 是的 我们都看得见 防守 做的都是非常到位的 嗯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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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